嗨,大家好,我是Amy 哈喽,大家好,我是Shanan 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团队在94087家间的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的话是Sunnyville顶居社区 West Valley Elementary and Homestead High的房子 然后待会儿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社区 其实真的非常好 包括这条街,这一整条街都是1万区lot size的这个房子 对,特别好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家间的项目 就是后边这个绿色围起来的里面 然后我们会先带大家看一下社区 我跟Amy走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社区 然后我们再走到工地里面去看一下 好,好,走吧 这一条街,对,这条街的话 所有房子都是1万区 是,太难了 你方便要是找这种lot太难了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街的这个宽度太宽了 这种地就是永远是稀缺的 你这个价值,你基本买到这边 你都不用担心它的价值 它一定是不可能跌 只会往上走 走多高就不行 基本上一年就是出两套房子左右 对,这个确实是 对,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这个 这个walkaway 对对对,这做得太好了 它是按照那个Los Atos那边设计 是没有一个 就是专门的一个像我们日常的一个人心道的一个坎 对,它没坎 你直接开就直接就能开上来 然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它很多这个新的投资进来 就是我们看一个街区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它很多新的投资就是有人买旧房 然后把它花大价钱翻新成一个新的房间 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街区的生殖空间是很好的 对对吧就是值得投资 所以才会有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加建什么都特别贵 因为人工嘛 所以你就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你同样是花30万去加建 你要加建在最贵的社区 如果你说你加建在就是比较便宜的Fremont这一些社区 其实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没有这边高 当然这也考虑到大家的一个budget 对对对 行,那走吧 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木板是要做freming 做freming的 对,我们现在已经要做freming的阶段 上周四是刚刚pass了那个on the framing的这个检查 就是地基这块的检查 小心地基这块的检查 那它是会把这个全部拆掉 只剩下本身的这个吗 还是这个结构 对,这个外墙要全部的拆掉 然后留下它本身的结构 然后自己再去 然后自己去重新按那个图纸重新做 我们看它改的地方 然后这一块是加出来的吗 对,加出来的一个family room 然后freming检查之后 然后再是做这个pipe plumbing这一批 好,也要那个检查过了之后 再开始做派 对,就是每一步它都会有检查 检查过了 你才可以往下做下一步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lot好了 嗯 这个lot是一共有 9825区 但是这个设计是比较大的那种lot类型 那这个位置呢 是Sunnyville的West Valley社区 是Sunnyville最好的社区 因为它毗邻Los Atos 嗯 它的学区也很好 West Valley Elementary 再加上Homestead High 那这个社区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大部分的房子的lot 基本上都在8000尺以上 对,你看Sunnyville其他社区的房子 其实没有这么一个状态 那这个社区大部分的lot都是7800 就或者8000 那像这种10000尺的话 就是属于比较稀缺的一个户型 当然它也有12000尺13000尺 对,这个社区是非常desirable 而且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 房源特别少 对,房源很少 很难出来一些房源 但这条街的话就是 基本上一年也就出个 两个房源左右 但是它那个里面的话 有一部分它是 它是没有cross space的 所以会比较麻烦 它那一部分是纯水泥的地基 它那个family room那一块 不是很好 我以为这一片的房子 都是有cross space的 没有 纯水泥的那个洞起来很麻烦 你要把它切掉 对,你要把这个什么 尤其是管道埋啊什么都不好 所以我一般就是跟客人说 除非你不打算再做家间 不打算动户型了 Otherwise你就是尽量 这个纯水泥的还是挺麻烦的 而且这个房子还有个特点是 它是双drive位的 这边有一个drive位 这边是可以车子完全开过来 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也是drive位 所以它是双drive位的 这个是temporary pole 就是如果说我们这边的电表 到时候拆墙 全部都挂了的时候 就要找这个temporary pole来供电 那这个temporary pole呢 它这个permit已经下来了 但是pgne还没有把它连起来 这个pgne的这个时间是非常久的 现在我们做express connection 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对 pgne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blocker 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铺一个drive位出来 对我们会铺一个drive位出来 那就是双drive位 非常非常的漂亮 两边都是side yard 对 但是也有人说就是说 对稍微有一点浪费 对 但it's ok 这个地特别特别的大 对 不是有些房子那个两边的这个太窄了 之后跟邻居隔太近了 你那个隐私就没有那么多 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朝北的 但是因为它的side yard非常的大 所以它这个北面很亮 很亮对不打光 对一点都不打光 对没错 Amy这一块这个突出来的这块是 因为这个主卧的大小不够不够 luxury 所以就是这个主卧这一部分 我们这个到时候也会拆掉 这个电表也会拆掉 所以这个主卧会往外拓宽一点 就是拓宽这个距离对吧 对拓宽这么一点距离 这个工地要特别小心 有很多的 是 我昨天过来看的时候 那个里边地板它把它取出来 就很多钉子 超多钉子 超多所以要非常小心 对 对都是竖起来的 所以要很小心 就在那边拔钉子 是的 可麻烦可麻烦了 所以这堵墙我们是要把它拆掉的 对吧 就跟这个family room完全打开 对 这个地方是厨房 它原本是厨房 原本也是厨房 现在也是厨房 对我们把它打算打通 然后整个一个 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open的设计 好的 做这个地基能看到 它是把整个房子淘起来的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对这个房子的保护也是比较好 比较容易受潮 是吧 可以让它时间 上来讲得更久一点 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匹记报告上面写着说 这个peer post跟下面的10吨 可能有测掉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10吨 稍微敲一下把它对正 这个peer post 这要在这个10吨的正中间是最好的 大家很流行把壁炉打掉 因为壁炉其实对我们来说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电子壁炉 嗯 所以把这个壁炉打掉 然后做一个电子 但是做电子的吗还是 对吧 这个地方我可能应该不会做 应该会做到那个grade family room去 这个就可能就是封屏 对 对 这个地方就是封屏 对 因为你可能以后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在那边 对 对对 这个壁炉打掉也花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壁炉基本上就是砖嘛 你就是 对 把它敲下来 然后有好多的垃圾 然后你把这个垃圾扔掉 光扔垃圾就要花好多钱 然后像我们这种家间的话 垃圾都是有固定的地方要扔的 不是说 这些扔垃圾的人拿过来随便扔一个地方 不行 就是这种家间都是市政府都规定 你要扔到哪个地方 对 对 这车库就打了 原来那个烟团如果处在这的话 你相当于挺 两个大点儿 对 现在车库会大一点 然后这个还是会保留 是吧 就这个大的这个pick window 还是会保留下来 对 但是窗户会全部换掉 对吧 换了一个新的 前屋都换了 对 这个窗户 对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它有个图纸在这儿的 就是现在这堵墙就是这堵墙 对吧 就是这堵墙 但是我们做完之后 会把它整个都悄悄 跟这个大的family room 连在一起 所以它 大家喜欢的一个趋势 是吗 就是厨房跟这个family room 非常open 对没错 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 etic上的inso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etic上insolation 有些老房子的etic insulation 已经化掉了 非常化掉 就化掉了已经 对 所以有些老房子 如果你买进来 觉得保温什么不好的话 可以换一下 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人 insolation 对 那这个地方 会是通过去通了它的厕所 对吧 那就是 它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 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 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 但是这面墙被打开了 嗯 就是可以自己的一个厕所 对 都是那个insolation 化掉的灰 化掉的东西 是 我儿子就特别害怕这个 害怕这个 对说特别像 骨灰 对对对 你跟我讲过 那这种insolation 一般它可以用多久多少年呢 变成这样 就失去效果之前可以用多久 就像15年20年的这个样子 对 老房子那种窗 它的高度都是 按照现在的扣度 都是不符合现在扣的 对对对对 特别高 所以会把它 就是打开一点 对吧 而且打开的话 采光就会更好 对 按照现在的这个扣的 它是一个陶身窗 那陶身窗的高度是有规定的 没有这么高 你要进去那个D 你再可以逃出去 我的墨镜掉了 他们搞得还挺快的 非常快 我昨天来的时候 他都没有拆完这个墙 然后里面也没有 对还挺快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 看到这 Amy好累啊 看的差不多 对对对对 很多事情要多 ok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对这个加件改件感兴趣的话 我们会持续的更新这个 项目的这个进程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吧 就是 有什么样的坑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对对对对对 他的经验都会分享给大家 因为Amy是非常有经验的 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好 好 拜拜 拜拜 Auf Wiedersehen 再见 拜拜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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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h alien 感谢观看